中国女排十大主攻手 第十名 杨昊 杨昊是辽宁大连人 他是2003年世界杯 2004年雅典奥运会和2001年大冠军杯冠军的主力成员之一 此外 他还拿到北京奥运会铜牌和2002年世锦赛的第四名 杨昊身高并不突出 仅有一米83 但他的弹跳能力非常出众 尤其是腰腹能力很强 扣球力量足 速度快 有铁狼头第二的美誉 第九名 惠若琪 惠若琪是辽宁大连人 身高1米92 是李约奥运会冠军队的队长 同时作为主力他还拿到2014年世锦赛的银牌和2011年世界杯的铜牌 惠若琪虽然身高很高 但下三目技术非常好 揭发防守能力很强 同时他的进攻也在中上水准 无论是配合王一梅还是朱婷 惠若琪几乎都是不可替代的小主攻人选 第八名 王丽娜 王丽娜是黑龙江一春人 身高1米81 他是雅典奥运会夺冠的主力主攻 也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银牌的成人之一 一金一银的成绩让王丽娜成为中国女排奥运成绩最好的唯一一位 此外 王丽娜还作为主力拿到了2003年世界杯的冠军和1998年世锦赛的银牌 第七名 李国军 李国军是上海人 身高1米81 他虽然没有拿过世界冠军 但夺得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铜牌 1989年世界杯的铜牌 1990年世锦赛的银牌 和1991年世界杯的银牌 郎平退役后 中国女排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情况 成绩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李国军几乎是唯一的亮点 他也因此被称为郎平第二 第六名 张长宁 张长宁是江苏常州人 出生于排球世家 父亲张有生 曾随队参加了洛杉矶奥运会 哥哥是大名鼎鼎的张晨 张长宁曾效力于沙滩排球队 后转为室内排球 是里约奥运会冠军成员之一 也是2015和2019世界杯冠军的主力球员 还夺得了2017大冠军杯冠军 和2018年世锦赛的铜牌 张长宁身高1米95 既可以打主攻 也可以打尖硬 被认为是朱婷的最佳对角人选 第五名 孙悦 孙悦是江苏南京人 身高1米86 被球迷亲切地称虎为小老虎 但很遗憾的是 孙悦率领的国家队 碰到了巅峰期八连贯的古巴队 所以未能夺得世界冠军 但他的成绩依然很亮眼 夺得了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银牌 2018世锦赛银牌和1995年世界杯的铜牌 尤其是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 孙悦犀利的进攻险些 就把不可一世的古巴队先翻 第四名 张龙芳 张龙芳是四川成都人 是1981年世界杯 1982年世锦赛和1984年 洛杉矶奥运会三连贯的主力主攻 张龙芳的身高仅有一米七四 这样的身高放在现在估计进不了国家队 但他却率队夺得三连贯 得益于稳定的心理素质和非常扎实的基本功 退役后他一度以主教练的身份率领国家队 夺得1986年世锦赛的冠军 第三名 王一梅 王一梅是辽宁大连人 是黄金一代后期的标志性人物 也是梅系主攻的开创者 王一梅身高一米九 是2008北京奥运会和2011世界杯铜牌的主力主攻 虽然王一梅处在中国队青黄不接的阶段 但他的打法赢得了很多球迷的心 大梅 重炮手 狼平第二等等绰号 足见球迷对他的喜爱 王一梅的扣球是大力臣 曾经报扣轰晕日本队员 但除了发扣篮外 他的一传防守能力实在太弱 第二名 狼平 狼平是天津人 也是中国女排的代表线人物 狼平身高一米八四 与美国名将海曼 古巴名将路易斯并称为80年代三大主攻守 狼平凭借强劲而精准的扣纱 博得了铁狼头的称号 他是1981和1985年世界杯 1982市锦赛 1984奥运会四连贯主力成员 也是1990年市锦赛的银牌得主 狼平执教生涯也很辉煌 两子把处于低谷中的中国队 带上世界顶尖行列 并夺得三金三银二同的娇人战绩 中国女排十次冠军 七次和她直接相关 第一名 朱婷 朱婷是河南周口人 是当今女排的标志性人物 朱婷曾率队夺得2016年里约奥运会金牌 2017大冠军杯的金牌 以及2015和2019年两次世界杯金牌 此外还夺得2014市锦赛银牌 朱婷还是MVP收割机 大大小小的MVP一共拿了14个 唯一的遗憾是没有拿到市锦赛的冠军和MVP 好了 这就是为大家盘点的 中国女排历史上最伟大的十位主攻手 如果你有不同意见 不妨评论区留言哟 说什么 增加